把焦点从中东转到南美洲 委内瑞拉也发生示威事件 委内瑞拉的教室就再度走上了街头 要求政府调整薪金 老师们把贬值的钞票黏在衣服上面 然后就敲打着手上的锅子 要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 部分示威者甚至高举写着 六美元月薪是在奴役老师的标语牌 委内瑞拉的经济学家估计 去年的通货膨胀高达百分之三百 当地公立学校的老师 最低薪金大约是十美元 这和马币四十四令吉左右 大学教授每个月的收入 鉴于六十到八十美元 也就是两百六十到三百五十令吉之间 社会教师表示 失控的通货膨胀 令他们辛苦工作一个月 只能买得起半盒鸡蛋 在忍无可忍之下 当地教师在一月曾经走上街头 由于情况没有改善 迫使他们再度向政府表达不满 教师在一年 费调就是出国人的事情 觉得有点很翰能 即使出品了 在一年 在这种程序 数二十亿 二十五十十二十 冰箱 一集出品